一只招财猫放在地上 瞬间就被砸成了渣渣灰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你猜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生只能玩一次的游戏 赢的人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主持人竞相拿出一颗小小的大骰子 结果连丢了三次都是一点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第四次的骰子到底是几点呢 请在评论区输入你的答案 参赛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 走进对应的铁笼里 一旦猜错了的话 这只招财猫就是他在下场 吓得吃瓜群众立马在评论区 狂发狗头保护 游戏限时30分钟 如果最后没进铁笼的人 同样会领合饭 害怕的吃瓜群众害怕极了 纷纷站在原地不敢动他 这时短毛告诉大家 第四次出现一的概率是 6×6×6也就是1296分之一的概率 但是一个长得像大叔的大叔 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这个骰子肯定被主办方处理 所以才会连续出现了三个一点 只见短毛嘲讽到 既然你这么清楚 那么就第一个走进一号铁笼 结果下一秒大叔立马怂了 原来只是一个只会打嘴炮的家伙 眼看着没有人敢走进铁笼 主持人静香又给了大家一个福利 游戏结束时待在铁笼里的人 看在他们有胆量的份上 就算没有猜中 也允许他们进入下一轮 只不过他们要能活着出来 话音刚落 一个小学生就走了出来 这个小学生可不是一般人 只见他二话不说 就走进了一号铁笼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冲了进去 只有老六几人认为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回想起静香说过 只要待在铁笼里 就算没有猜中 也允许他们进入下一轮游戏 也就是说猜不猜中点数 其实和游戏的胜负没有关系 这时老六突然想到 静香在第三次扔骰子的时候 屏幕里出现的画面 和他扔的方向是相反的 他们看到的画面 肯定是提前录制好的 这也推翻了连续三次都是一的事实 那么第四次出现一的概率 就和其他数字一样 都只有六分之一 吃瓜群众一听到这句话 吓得都赶紧跑了出来 只剩下了小学生一个人坐在里面 评论区输入报报 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老六站在二号铁笼里 不停地思考 闺蜜问他莫非二号是正确的吗 老六告诉他们 等会掉下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气得闺蜜直呼9626 奈何两人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好跟着老六硬着头皮 走进了二号铁笼 老六看着坐在一号铁笼里的小学生 好奇地询问他为什么不出去 只见小学生淡淡地回应了 这样的游戏就跟剪钱一样 这句话恰好被外面的长毛听见了 上过学的长毛瞬间明白了什么 于是立马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给了要好的短毛 为了不让其他人注意到 他们找来了长得像大聪明的小套 让他站在了三号铁笼的正中间 其他人一看大聪明站在了里面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进来 眼看着时间只剩下了一分钟 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跑过来 说出了正确答案 这是一场人生逆转游戏 赢的人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输的人就会像招财猫一样 变成渣渣灰 眼看着时间只剩下了一分钟 一群吃瓜群众 还是不知道如何选择 这是一个男人跑过来 说正确答案是五号 他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 五是最容易摇出来的点数 因为经过切割加工的骰子 正反两面的重量会出现偏差 最容易朝上的确实是五 大家一听二话不说 全都冲了进去 微胖的大叔有些瘦弱 直接被人给推了出来 眼看着时间所剩不多 无奈的大叔有些无奈 只好跑进了没有人的四号铁笼里 工作人员也开始关上铁笼 这时善良的老六突然同情心爆发 直接从二号铁笼爬进了三号铁笼 他赶紧不慌不忙地把小胖拉到了拐角 让他双手抱息 身体尽量靠着栏杆坐着 游戏时间到了 一号铁笼里坐着小学生 二号里面坐着老六的两个闺蜜 三号里面是老六和小胖 还有长毛短毛四个人 四号里面坐着大叔一个人 五号里面挤满了一坨人 六号里面没有人 静香慢慢地迅速打开盖子 里面竟然是四点 下一秒小小的大铁球就从天而降 所有人瞬间被压着弱死 然而老六他们几个人也没有死 原来这并不是一个猜点数的游戏 因为静香说过不管有没有猜对点数 只要待在铁笼里活着就行 这个游戏考验的是铁球和铁笼之间 存在空隙的观察力 就这样有八个人通过了选拔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游戏等待着几人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笑